嗨 嘿 盧卡斯 哈嘍 洪耀丸 哈嘍 各位观众大家好 嘿 今天穿得特别的帅 是 要去相亲 没有啦 我们今天要来这个 国会 你看我身后 就是我们的这个国会大厦的里头 内部里头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全世界最强 全马最强的YouTuber 对啦 因为你知道啊 全家YouTuber呢 他们开箱就是开什么 开什么拉面啊 拉面啊 韩国泡面 韩国泡面啊 开不闲 开玩具 我们没有这样无聊 我们今天开箱 直接把大马的 民主还有政治 开箱 好 非常厉害啊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做呢 就是我们要访问 或是想跟拍啦 不是访问 就是去了解 这个议长 就是我们的这个副议长尼克敏 他究竟是做什么 嗯 然后我们今天就会跟他一天 这样子咯 然后呢 我也准备了很多很细利的问题 要准备问他 比如说我问他 诶 你以前不是讲你要做部长吗 中美到最后只可以做到这个议长 好像很可怜 我肯定有胆啊 我什么场面没有见过 对不对各位 肯定还有很多很细利的问题 对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跟拍啦 好 Let's go 好的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问题要问你 这个没有原本是选举的时候是讲要做补长 那现在呢就是没有只做到议长 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影响你服务人民的这个心呢 各按天命每个岗位都有到不同的意义 只要做得最好就好了 是啦 YP就是会讲话 今天就来看一下做议长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非常简单 做议长也是责任中大 尤其是国会是我们国家最高的立法店 更加需要有素质的 无论是议长也好议员也好都应该为民请命 好那我们今天就不打扰你 请去里面做工啊 唉 可以 可以 收 收 收 碧 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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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麼樣 第一端 見到YB 感覺 我剛剛喔 他一下車的我握手喔 我就覺得氣場很強 然後我就開始縮吹了 所以你會看到我剛剛走上來的那個訪問是非常尷尬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以為我見過很多大場面可以勝任 沒有想到我今天還是縮吹了 對不起 等一下再接再厲 等一下我會再問跟這個尖銳的問題 好不好 繼續看醫長的生活吧 對啦 來 好 現在議長就是要去主持國會了是嗎 是 來 我們正式上班開工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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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阿斯倫馬 這就是我們幾乎每一天最簡單的早餐 國會議員都是吃大魚大肉 鮑魚 昨天是新正圖 我們是不一樣就是不一樣的 能省就省 阿羅 阿羅 因為議長剛才進去裡面開會了 所以我們拍不到 我們是只可以退而求其次 拍這個助理 來,要不要介紹一下 Hello,大家好 我是柯米的高級教秘書 大家和路卡斯的 紅葉丸的專業的粉絲們 大家下午吧 欸,大家好 我剛剛其實有一個問題想問 可是我不敢問 就是我剛剛看這個議長是哪些人嗎 對 我覺得你們是不是就是知道我們來 所以就特地準備這種比較便宜的食物 平時都是大魚大肉的 基本上呢 基本上我看到 它確實都是大部分食物都是拿新的熱馬為主 那麼基本上我也看到怕了 尤其是我看到吃我看到怕了 所以國會裡面的食物真的就是這樣子 一般般啦,一般般,一般般 好,那我們來聊一下議長的工作 因為我們看不到裡面 你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裡面是怎麼樣 就是他主持會議具體是怎麼主持 主持,其實我也沒有做議長 哈哈,你在講廢話 我講議長的助理嘛對不對 所以,一般上議長的工作呢 是在,就是要確保整個議會可以順利的進行 那麼,阻止一些叫囂啊 或者是突如其來的突襲啊 就是反對黨議員 會突襲執政黨議員 這是很正常的 以前到現在都發生 所以要缺乏整個議會在公平公正 還有順利的情況下進行 這是他工作的原則 你講到這個叫囂突襲啊 我就想到 因為最近你們不是把一個不同議員趕出去嗎 對對對 然後他很生氣 對對對 你講到公平公正 我在想,你這樣趕出去 算不算是你們在對付正點 呃,不是客套化啦 做議長的話,其實沒有朝野之分 他應該對朝野都公平 嘿嘿,那你怎麼要趕出去呢 呃,這個你可能不知道 我們改朝換代第一次的國會會議 第一個被趕的竟然是執政黨的國議員 哦,是嗎 還是行動黨的 所以啊,所以啊 叫Rang Kappa 哦,對對對 這麼要把他趕出去,要是嗎 因為他,他也叫笑啊 那我這樣子聽起來好像還算公平 嗯,很公平啊 這樣,這樣 太過公平了 哈哈哈哈 這樣你覺得這個議長啊 我聽講,有沒有做一些國會改革的事情 嗯 你們具體是怎麼改? 改了什麼東西? 具體的改革,可能你等一下 在訪問副議長的時候 他應該有個具體的講法 所以你不懂? 所以你不懂? 留給他講 就由這一把,這一把 這個你們留給他講 那我們 等一下就再繼續派我們的議長 那就謝謝你 OK,謝謝你 劉卡斯,希望你們玩得開心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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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我們現在正在等這個議長出來 他剛剛在裡面開會開了很久 然後我們也等了很久 我真是非常耐心 要聽這麼多 這個武統的人講廢話 沒有啦,也不是講廢話 就是 嗯,要面對大家的這個反擊 跟反夥的時候 你還有面帶微笑 唉,來,我們繼續等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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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一般上呢 到了中午是 短的一個午休時間 那麼兩點半過後呢 會議會繼續 好,兩點半還有一場 兩點半 是通常都會繼續到 一直到 今天是部門總結 那麼最少都會到晚上七點半 哦 那麼有時候就到晚上十一點半 好哦 對 所以你現在要做什麼 吃飯 現在基本上呢 都是要 主要是到月報時間 來看回今天最新的這個新聞 來跟 不能夠跟十四 脈搏拓竭 站在時代的最先端 所以你看我的辦公室裡面呢 好多報紙 一共有五份報紙 那麼過去呢 還有一份是屬於馬來前鋒報 可是由於該報呢 已經失去了公信力 所以我們就停止這個訂閱 哦 這樣 好 那我們不打人看報紙 好,謝謝 再見 好 A few moments later 好 好 來 來 來 好嗎 好的 等一下 麻煩要問什麼 要給你過目嗎 不要啦 可以啦 你這個 這麼厲害的變手 文嘴名嘴 好,各位好 我們 終於有機會呢 在這個國會的 大家好 空檔期啊 終於可以問這個 YB一些問題 好的 好,那我們昨天呢 就已經post上網 然後看一下網民 想要問你什麼問題 好 好,我們總結要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也很普通 就是你覺得做議長累不累 其實每一份工作 如果你很享受 你覺得這個能夠是一種榮譽呢 做什麼工作都不累 無論是在人生的每一個崗位 我覺得只要你資助長樂 自得其樂 然後還可以助人為樂 你都應該感到很快樂 你講話平時就是這麼官方嗎 其實不是官方 這就是事實 真理 我們只講事實而已 那你覺得做議長 在馬來西亞 尤其是你知道馬來西亞的政治這麼亂 你覺得最大的挑戰在哪 做議長呢 基本上最大的挑戰就是 你必須要維護議會的尊嚴 然後在整個過程中 要顯示公正如阿 不能夠騙難 同時你要符合幾個條件 第一是勇敢公正 同時必須要確保 我們所做的一切要根據議會常規 因為有一句話說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沒有規矩合成方圓 那你覺得我聽講 現在國會有做好很多的改革 你會不會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人民 其實是很難感受到國會的改革 對對對 這樣交通部長如果給一個交通卡 是 我們馬上感受到 對因為那個是直接的 對那你覺得現在國會的改革 有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值得跟大家講 基本上國會進行的 從我509改朝換代以後 當然除了在硬體建設方面 最主要的是整個制度化的改革 那麼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要改革就是 委任反對黨成為公葬會的主席 這個事情最近才吵到很難 當然這個時候是因為 被委為公葬會主席的反對黨議員 現在突然間華麗轉身 跳槽過來變成執政黨議員 不過我們相信 在他處理完手上的現在目前 因為很多的案件都到了聽審的尾聲 一旦聽審完了 據我了解 他已經同意要辭職 我們要就是一勞勇於白紙黑字 怎麼做呢 就是修改議會常規 所以我已經向次議長建議 修改議會常規明文規定 公葬會主席必須由反對黨出任 那麼副主席由執政黨 所以朝野之間取得平衡也可以互相制和 明白 所以就是還需要時間的問題 當然這是第一個改革 第二就是已經落實的改革 也包括了成立許多國會的特別領選委員會 過去60年國會只有三個領選委員會 議會常規啊 議員的什麼特權委員會啊 這一個公葬會 現在我們有14個 所以已經多了11個特別領選委員會 打個比方 我們有一個國家預算特別領選委員會 所以在財政部長還沒有提成預算之前 國會本身的特別領選委員會 會針對國家來年的這個預算案 進行了審計 進行了這個討論 然後再把建議書呈上給財政部 這個也是史無前例的 當然不只是特別領選委員會 國會下來下來最主要的這個改革 就是要讓國會恢復自主 我們要正在爭取的 就是今年裡面通過國會 通過這個2019年 國會服務法令 國會服務法令一旦通過 國會有本身自己的預算 國會有本身自己的人員 我們可以從外面聘請青年專才 這個傑出的人才進入國會服務 那麼完全獨立以後呢 國會作為立法 內閣作為行政 法官作為司法 司法行政立法 三權分立 相互制衡 馬來西亞的這個 國會改革的一小步 是馬來西亞民主的一大步 那我剛剛聽了這樣多的改革 可是其實外界啊 包括這個西蒙內部 很像努力一致啊 也會講說改革有點慢 就是包括外界也會覺得 如果同考啊 大盜啊 還是沒有做這樣 那你對於這些聲音 你會有什麼樣看 我是覺得對 西蒙政府本身 必須要嚴正看待大選選員 同時向人民證明 有弱勢大選宣言的誠意 和這一個意志力 所以呢 當然在剛剛才執政這九個月的 當呢 就要求把所有的承諾完全實現 那更是大家都知道 理性的人都會明白 這個新政府沒有阿拉丁的神灯 也沒有可能說 馬上化腐朽為神器 凡事都要時間 但是我覺得 時間也是有一個時間表 所以呢 我覺得說目前政府應該要 坐著著重兩點 第一 振興國家經濟 讓人民安居樂業 第二 全力推動大選選員裡面 所答應的這個承諾 即使我舉個例子 你不能夠100%落實 但是至少你讓人民感受到 你正在落實的誠意 其中一個就是包括收購大盜 廢除收費戰 當然任何合理的人都知道 你不可能一夜之間拿出兩千億收購全馬所有的大盜 那個根本是自欺欺人 那種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向人民說 OK 由於我正留下了一萬億的一屁股的債 現在我們正在還債 但是在還債的同時 為了落實我們的宣言 我們也會撥出落乾錢 然後先從 全國比如說有40條大盜 我們先從收購這五條大盜開始 那麼三年後再收購另外五條大盜 慢慢來 這樣你有公佈 讓人民知道說政府正在做 那麼我覺得說人民都會接受 是 但是很像選舉之前 好像有聽過你講 這個同考可能第二天就可以實施 包括張念全好像也是有這樣想過 那你覺得 基本上我們沒有說過第二天 第二天都還沒有宣示 根本是沒有可能 但是你說如果承認同考 在任期內 只要我們這五年任期內有承認 我覺得這就是落實學年 好 我覺得現在馬來西亞的挑戰環境 也不僅僅是人民對於西蒙 本身會覺得他改革很慢 同時也是會發現到 好像有一股比較保守的宗教 以及這個種族的勢力在蔓延 你怎麼看待巫醫合作這件事情 馬來西亞必須強調就是 馬來西亞從建國以來最珍貴的這個資產 就是各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和平共存 和諧團結的社會 是馬來西亞最珍貴的資產 所以呢我為什麼說 無意合作 基本無統伊斯蘭黨 都是單一種族的政黨 一個搞的是種族政治 一個搞的是宗教政治 一旦把宗教政治和種族政治結合在一起 這個無論一個理性的人去分析 都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趨勢 現在由伊斯蘭黨主席 哈利亞旺已經公開表示 跟巫統合作 巫統必須符合這個八大條件 其中的條件就是包括 第一公開禁止喝酒 第二禁止舞蹈 這禁止跳舞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 不符合多元民族 多元宗教的國情 而且同時 雖然伊斯蘭黨 口口聲聲訴說 為了馬來民族 可是他們馬來民族最珍貴 甚至於獲得聯合國 所承認的 這一個非自然文化遺產 就是已經有兩百多年歷史的 馬來舞蹈叫做 馬用 還有這個吉蘭丹著名的 提影戲 這兩個都被伊斯蘭丹政府禁止 所以他還沒有執政中央 就已經把這一個 或者全球認同的文化遺產 公開禁止 所有都是借宗教之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趨勢 所以我覺得說 西蒙要維持這個捍衛這個政權 必須要堅定的相信 中央開明 改革開放 是馬來西亞唯一的出路 也是我們的深入 我們的政策必須要堅定 不能跟無一一樣 必須走非種族路線 一切已根據各民族的需要 我們相信人民是理性的 當然有一部分是不理性的 不選跟大選 不能夠一概而論 當大選的時候 許多人民會感受到 同時會想 哇 你要不要選一個 如此 好像世氣時代 世古不化的這一種政客 來領導馬來西亞 那你覺得西蒙做好這一年 將近一年來 你覺得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給他打多少分 我覺得說 如果我去打分 我本身也是 當然 如果自己打分的話 這是老黃賣瓜 自賣自瓜 也是一種不客觀 我覺得把打分應該交給人民 但是人民必須要再了解 事實的真相以後 我們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過後 給一個真實的打分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 有網民問 如果給你選做一個部長 你覺得你會做什麼部門的部長 我覺得 當然任何一個職位 都應該要各安天命 凡事全力以赴 什麼部長都好 部長、議長、副部長 都是一個職位 把你放在什麼崗位 你就必須全力以赴 我有一句話曾經說過 真正的鑽石 無論在什麼地方 它都會發光發亮 在黑暗的地方 真正的鑽石也會發光發亮 所以我覺得說不要去追求 這個一切我們做到最好 如果你是千里馬 伯樂總會看得到 非常有道理 今天我要哭了 好,那今天就謝謝你了 可以搞定嗎 可以我符合你的要求 可以可以 好的,我們剛才把這個議長又送回去這個國會裡面 你可以聽到 現在整個地方就是非常的吵 因為大家就在國會裡面辯論 那其實國會是一個 整個馬來西亞民主政治當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只要國會好的話 我們的政策 我們的國家方向其實也可以變好 那希望可以通過今天一整天跟這個尼克敏的跟牌 讓大家更加了解 我會同時也了解議長所做的事情 好,那大家會給尼克敏議長打多少分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KIMOBOW KUN做的這一個新的系列的節目 如果你們想要我們去跟牌別人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請大家多多分享出去吧 我們就到這裡啦 謝謝各位的觀看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朋友們